而在岁末年中12月份是感恩的季节 卓西乡公所在卓西聚会所举办了 卓西乡110年爱乡敬老感恩茶会 即农特产品推广活动 13间的部落文件站 巷弄站也呈现了感恩喜乐舞蹈 以及诗歌展演 另外也特别安排了 部落文化健康站年度成果展示 而透过了动静态来呈现 平日在站上所学的成果 岁末12月是感恩的季节 卓西乡公所在卓西聚会所举办了 卓西乡110年爱乡敬老感恩茶会 即农特产推广的活动 有13间的部落文件站 以及巷弄站呈现感恩喜乐乐舞的诗歌表演 另外也安排了部落文化健康站 年度的成果展示 也透过静态动态呈现平日在站上所学成果 所以我在这里也要谢谢老师 我非常谢谢这些老师 他们的爱心 让我们的长者 不让我们在外面扁飘的孩子很担心 因为我们公所有这样的文件站 相弄站 还有这个什么站 都是老师有照顾 把我们公所也照顾 所以我要谢谢我们的团队 接受表扬各部落文化健康站 以及相弄站计划主持人 照服员 志工以及除工 另外慈激基金会也协助居家安全照护的作业 现场更表扬了部落安心上工的服务员 这些纪录片 纪录他们在深入每一个家 帮助你们 尤其是厕所没有灯 他就会放 自动会亮 还有扶手 一共有260步哦 260步哦 活动最后 爱将敬老年度温馨回顾影片非常丰富 在温馨欢乐的氛围当中 共度这最温暖幸福的感恩茶会 记者高双双 卓西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博西湘采访报道